公寮区福隆国小附设幼儿园 今天举行闪亮福儿磨砂活动 特别邀请沙雕艺术家林福璐 现场指导教学 展现福隆在地特色 而教育局局长林一华也下场小事身手 和小朋友一起完成立体沙雕 场面热闹又有趣 一首福隆国小自创的沙雕流程歌 让人可以完全了解制作沙雕的流程 小朋友有模有样的介绍 不论是沙雕的工具制作流程等等 让今天前来参与的教育局局长林一华收获良多 福隆国小利用在地的特色福隆沙雕 三年前在校园内成立沙雕教室 看到小朋友的自信与创意 也让沙雕课程成果丰硕 我们新北市教育局特别有推出 我的新北我的家 就是能够让所有的幼儿园 他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位置 然后来规划他自己属于他的课程 所以在福隆国小福射幼儿园 就一个福儿磨砂 就福儿就我们福隆这边的小孩 那就能透过玩沙里面 得到他非常非常快乐的一面 所以我们就今天特别来看看这些孩子 的确在这个课程之中 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喜欢 而且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沙雕节也好 或者福隆的环境也好 透过过程他有更多的认识 局长林一华表示 福隆国小福射幼儿园 结合每年涌入大批人潮 参与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 让黄金沙滩的艺术活动不再专属于外地游客 而是生长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人也能一同分享荣耀与光彩 而这样的课程极符合目前正在推广的我的新北我的家 鼓励学校自编在地教材 透过教学的引导与体验深化对家乡的认同情感 是需要用沙雕工具 沙雕工具需要用到鞋疙瘩 还有切开的水桶 我们有用一个盘子用 喜欢 是因为沙雕可以做东西 沙雕可以用很多东西来做 那你有做过什么 有有做过海豚 从玩当中我们带你孩子 从他们走过的地方 然后发现一些素材 然后来做创作 那尤其是以沙 以沙为主軸的一个创作 就开始来做沙雕 那大概也经过两三年 那学校现在也有 除了沙雕场之外 也有这个沙雕展示教室 那我们左道上面 各个地方也有很多这个沙雕作品 福隆国小校长表示 福隆国小是一所玩沙爱海的创课学校 结合地区资源发展学校特色课程 带领孩子走出书本走入社区 活化教师教学 让孩子们珍爱乡土 介诚威共聊采访报道